第六面的Nensity 这样我们能做的 我们能做看LindaSan Sinazaya PQRS 是不过PongkaKatza 你了解看 可以做看 PQR'跟S' 是LindaSan Sinazaya 什么PongkaKatza 你了解看 我们来看这个图片 他原本给我们的是这样子的图画 所以他问我们说 Apaka yang dapat anda katakan tentangSinazaya PQ danSinazaya PQR' 跟S' 所以这条线 跟这条线有什么 可以表达的 这两条线 这条线跟这条线 可以有什么表达呢 我们可以说 Sinazaya PQ merambat melaluiKatza 但跟DuaDuaNyaSinazaya 这两条线 他肯定会Sinazaya 肯定会Sinazaya 除非 除非他的block 可能他block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他就不能Sinazaya 这样子的话他就不能Sinazaya 如果他是一个方块 他是一个方块形状的呢 他出来的也是Sinazaya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LiberyIndex 比较三 是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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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Q是在这边 我们就必须要画一个 PaxiNormal 当你画好PaxiNormal呢 这个140度是不能直接拿来用的 我们必须要拿掉减掉 140减掉90度 因为这边是90度 才等于我们的I 所以我们的I是140减90 得到50度 然后这里呢 R 记得永远要靠去GarisNormal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index表上什么呢 SinI%R 记得上面是大的角度 下面是小的角度 你看他这个是DPS Mendegati Normal Mendegati Normal 所以他的R肯定比较小 水性I%R 我们得到R的以来是30度 你看I本来是50度 DPS跟Mendegati Normal 变成30度了 这一题哦 你们的答案是 后面的答案是错的 你们要注意一下 我这边 你看这边书本来 那个我有配 附录给你们了 这个是错的 所以你们记得 I did 一下 你们第九面 第九面的 所给的答案是错的 有解 你们有得到吗 有得到吗 跟我一样的答案 有得到 有得到跟我一样的答案 请给一个1号 邦卡卡仗 menyebabkan SinI%Rzaya beralih secara CC dari RS 和R' 和S' sebanyakD D是这两条拉力之间的距离 如果他交代说 如果我用比较厚的呢 如果我用比较厚的方块 这个D D2 达过D 比较厚的方块 当然他被比较厚的时候 这个太直的 我尝试画一个本比较三 所以如果把延伸出来 他的D肯定是会增加的 D会增加 因为他的需要经历的路程比较远 他在这个本比较国干 在这个中间 medium的中间发生本比较国干 则是他需要经历比较远的路程才到 到达那个本比较 才能够被发挥出来 所以你来D 没人家 D来D没人家 现在第二个情况 这一本比较大过原本的N OK N2大过原本的N 的话会讲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原本的N是给你达到这样子 如果我用第二块 我用第二块 Bongka Kata 他这个时候 他的N是比较大 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到 他的线是这样子来 他会被Bias更加严重 然后再出来 所以这个D也是会增加 D也是会增加 给这个第二个case 所以我们怎样把它写成 UG呢 我们可以讲 NilaiD meningkat Bongka Kata D dengan index Kata D yang lebih tinggi Akan membiaskan Alo Zahidia D dengan lebih Dara Yaitu Sina QR QR prime Dibiaskan Lebiaskan Mendekati Normal Menyebabkan D bertambah OK 你们可以 把这个 print screen 起来 你们如果 来不及 超的话 你们可以 把它 screenshot 当然 你们也可以 有你们 自己的 趣子 如果很 靠近 的话 他的意思 这是一种 可以表达的方式 另外一种 你们可以参考 你们的 后面第九面 那个答案 第九面 是说 D meningkat apabila index N meningkat kerana sudut bias R berkurang 现在 akan muncul di sebelah kiri R prime dengan itu jarak D meningkat 这是在 第九面 所告诉 我们的答案 也就是 这边 这里 这里所告诉 的答案 也是很 不错的 ok 就是讲 他从 Sina Sulubias 角度 去谈 然后他 有讲到 一个很明显 的就是 他会在 R prime 的 左边 出来 R prime 的 左边 出来 也就是 这边 R prime 的 左边 R prime 的 左边 出来 所以 你会 造成 你的 记忆 是 增加的 ok 再提 第一 题 还好 请给一个 二号 还是有什么问题 如果来不及拍下来 你们也可以看回去 重播 如果有需要的话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然后 这个线要讲走都可以 你要从人 走去 鱼也可以 如果线条啊 如果线条的箭头是从人射去鱼呢 意思是说这个时候是鱼正在看人 ok 鱼正在看人 然后如果是光线是从鱼射去人的眼睛呢 就是讲 人 正在看鱼 但是这个应该 这一题是没有研究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来看 判定 判定 从这里我标记在这边哦 1 1的数度当然是大过2的数度 所以 数的 数度都要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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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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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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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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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增加 增加你的速度度度度的时候 你的速度度也是增加 增加你的速度度度 你的速度度也是增加 增加你的速度度度 你的速度度也是增加 速度度度增加速度度依然在增加 增加到一个一个步骤 增加到一个一个地步啊 接近90度的时候 他没有就再增加了 他就化身反途乱达到的程度了 ok 所以符合刚才我们的那个回答 符合刚才我们这里的回答 就是说 速度 bias untuk Sina1 lebih besar daripada Sina2 因为他们的速度7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加以index biasan 还有即刻速度7 dan速度 bias untuk Sina1 masing masing 59跟40 所以我们就 ganti value不了 59是I 40是R 所以我们就 ganti 我们得到N的1.33 接下来 tentukan gelajuan Zahaya2 dalam Sina 不管是 Zahaya1跟 Zahaya2 都好 他们都是经历 他们都是进入同一汤水 他们是进入同一池的水 ok 所以它的 你可以当做它的N是一样 你的N可以用在这边 当然如果你这个 Part1的N找错 你来你的这边也是错了 所以这边对 你这边才会有可能对 所以你的1.33放在这边 Lajuan Zahaya dalam Vacuum 除以Lajuan Zahaya dalam Medium 然后最后我们会得到这个答案 重点是你这边要对 这边才要对 OK 这一题可以明白吗 可以明白 请给一个三号 好 第五题 这一面 它比较创意的是在下半段 这一面 Raja5.1 Raja5.1 在N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生折射 因为Sudu Tuju永远是要 依靠一个Garis Normal的 所以你在这个BQ的表面 你要讲话Garis Normal 它都是这样子90度的 你的Garis Normal永远是90度 所以你也可以讲说 Sinah Zahaya dalam Selari Garis Normal Berlaha5.1 Yiaitu Sudu Tuju sama dengan kosong 或者是说 Raja5.1 Zahaya di Tuju kan Di Tuju kan Berlaha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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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Perpandicular 90度的意思 Berlaha5.1 Sudu Tuju sama dengan Perpandicular dengan PQ Yiaitu Sudu Tuju sama0 所以没有发生 Berlaha5.1 接下来 Berlaha5.1 Sudu Tuju padaV 这个是Geometry的办法 这个不算是 很 很纯粹的 Begix它是Geometry的姿势 这个是数学 所以这边30度 这边90度 这边当然是60度 然后在这边 我们就画一条 Garis Normal 跟这条 这条蓝色的 也是Garis Normal 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知道 这边是占据90度的 60 跟90的差距 就是30度 所以我知道 在这边的 Sudu Tuju 是30度 Sudu Tuju 它会怎样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小心处理这里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它会不会发生 Bantulan Dalam Penod 因为这里已经是 Levet Tumpad Sudu Tuju 但是它已经符合了第一个条件 就是 Levet Tumpad Optic 正在要出去 Kurang Tumpad Optic 但是我还不知道 它的 Sudu Tuju 有没有被超越 所以我们必须要判断 它是不是会发生 Bantulan Dalam Penod 这个是我自己的简写 Bantulan Dalam Penod 它会不会发生 如果我们要计算 它会不会怕发生呢 我们就要用它的 Index表上 1.5 等于1%C 我们找到 C就是Sudu Tuju 等于41.5 现在我们刚才用 Geometry的方式 我们已经知道 Sudu Tuju 的V 只是30度不了 所以30度是小过41.5 所以 在这里 它没有发生 Bantulan Dalam Penod 所以你不可以画一个 反射 不可以画反射 我们要画的是 Bantulan 但是应该要讲Bass 它不可能是这样的 不可能这样子是走的 它只两个可能 如果要发生 本标上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Mendekati Normal 一个是Mendekati Normal 但是答案是Mendekati Normal 因为它是Dari LeBayTunpat ChikulangTunpat 它是Mendekati Normal OK Mendekati Normal OK 这一题 已经停 停 它的情况是停在这边 我想要给大家 交道一个问题 你们大家还好吗 我想要问大家 这个角度是多少 你们有算出来 或者释放Data 请大家可不可以动手算给我看 这个Data将会是多少度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样处理呢 其实我们依然是可以用这个Formular 可以用的 OK 因为它 我们知道它本标上了 它不是发生反主乱 它就是发生本标上 那么既然发生本标上呢 而且它的N我们已经知道了 N是1.5 N是1.5 等你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 Sin i% 你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Sin i 你不要误会放在Sin 30% 这样就错了 OK 你如果拿Sin 30 除Sin dita就错了 因为我们记得 那个上面的一定要大的角度 所以是Sin Data除以Sin 30 应该是这样啰 所以 你的答案是多少 对吗 48.59有吗 加关的是 有没有 大家有得到这个答案 有 Data的角度是48.59 对吗 大家得到吗 得到请给一个4号 OK 很好 你们记录下来 这个是额外的题目 额外的题目 OK 来我们接下来到这边 Sasut Sina Zahaya Dituju Kerbomukan PQ Bada Prisma Yangsama Prisma Yangsama 你就要记得 它的N是一样的 N是1.5 依然是一样的 Lukis Kan Laluan 所以它画到来是这样子 画到来完整的是这样子 完整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可以画到这样呢 首先第一个阶段是RQ发生什么 RQ因为它没有 所以它就没有发生 Bambia 直直的进来 直直的进来 进来到这边 来到这个Bambukan RP Bambukan RP的时候 你在这个点啊 要画一个Galaxy Normal 画一个Galaxy Normal了 我们再计算它的角度 这边90度 这个90度 这边60度 这边就剩下30度 然后30度跟Galaxy Normal 这边又拿到60度 60度啊 已经是超过 它的速度更定了 刚才我们在上面已经算了吗 速度更定41.8 同一块东西来的 同一块东西 只是说它的shape不同 同样material啊 同样的Bambuan OK 所以41.8 同样的Bambuan 只是说它 它的shape一样 30跟60 差不多也是一样 它的形状差不多也是一样 OK 所以它的Bambuan也是一样 它的index比较三也是一样 它的速度更定也是一样 只要超过41.8 它就会发生Bambuan Dalampano 这里已经是60度了 所以远远超过41.8 那个60度啊 是超过41.8的 所以超过C的 它就发生Bambuan Dalampano 在这边发生Bambuan 它不会被别 发生Bambuan Dalampano 然后在这里我又画第二条的Galaxy Normal 第二次我在画Galaxy Normal 这一次我依然是要再 判断看它会发生 它会不会发生Bambuan Dalampano 变成这样子会不会 这个就要看你的角度的计算哦 所以这边占了60 这边就剩下30 这边30 这边也是30 啊这边60来看 60 90 这边就剩下30 所以30加30 60 就剩下120 给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有120在这边 120 这个整边是120 120扣掉90 哦这边也是30度 哦既然也是30度 他就没有超过 没有超过数的更定 所以没有超过数的更定 他就被Bias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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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角度如果你要在意的话 这个角度是多少呢 这个也是data 这个跟刚才差不多一样 刚才的 这里哈 Sudo doju 30度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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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到 刚才加冠所算的 那个多少了 等一下我看 48.59 所以这边也会是 48.59 因为它的速度一样 它的速度一样 接下来 呃会 呃画图方面 大家还ok吗 还ok的 请给一个 五号 这个画这个图 还ok吗 ok 请给一个五号 因为你们大家都没有交过来 空客 只有圆圈跟利云交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给理由了 Judas跟Jawapan underdb1 KDU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sudo tuju kedua 为什么比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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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的速度不足够 不足够让它发生 反途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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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6.3的那个部分 251面 我们来学干大的部分 所以干大还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要拿晶片呢 不是那个反射光线的晶片 它是可以透色的 可以透色 可以让光线透色的 叫做干大 如果不让光线透色的 这个叫做折面 在这个范围呢 我们在这一刻 我们会学一个叫做干大 一个叫做折面 我们会另外一个单元叫做折面 折面也有分折某跟折某 干大也有分折某跟折某 所以折某的干大是这样的 中间没的 折某的呢 是中间瘦的 这个叫折某 ok 然后如果你有光线 照是在折某的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折某的呢 它是 焦点 它会折某跟杂亚 折某的呢 它是折某跟杂亚 我们如果看模拟器啊 你看这个 虽然它只是半片了 虽然它只是半个 一般的折某 折某 折某 折某还是这样的 他有一个折某的名字 这个是平行的线条 方线 然后如果把它放进去 它就折某跟杂亚 看到吗 折某跟杂亚 另外一种 干大叫做折某 折某呢 就是这种 就是中间瘦的 中间瘦的呢 它是 操作折某 我们的折某跟杂亚 我们的折某跟杂亚 如果你要用整粒圆圆 也是我们的折某跟杂亚 也是我们的折某跟杂亚 它 它可以由两个这样子的三角绳组成 折某呢 如果你要简化的话呢 它是由两个这样子的东西组成 然后最后的成果是这样子 这是最后的成果 这个折某呢 最后的成果会这样子 折某跟杂亚 因为呢 只要你们记得 阿罗杂亚 Yang Melalui Prisma Yang Melalui Prisma 它是 Dibias跟Mendegati Dabak 只要经过PRISMA的 它都是折射去Dabak 我们给你看一个 看到吗 所以这个是PRISMA PRISMA 它将会折射去Dabak 如果你要这样子连也可以 这个要讲None None给它这样子 哎呀不能很难耶 这个很难 所以总之呢 我要代表的就是说 它将会 Libias跟Galat Dabak 这个也是一样 Libias跟Galat Dabak Dabak Dabak就在这边了 Dabak三角形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三角形呢 你给它一道光 其实它发生两次PRISMA 一直是在这边 一直是在这边 两次PRISMA 但是我们在解决 这个Kanta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就是在它中间 只是在它的中间 彩PRISMA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是方便我们做东西 方便我们处理 直接画一次PRISMA就够了 这个是方便我们处理 Kanta Dabak Kanta Dabak 就像这样 Kanta Dabak 就像这样 Kanta Dabak 这里有一系列的名词 你们不需要PRISMA 但是你们只需要知道就可以了 考试它不会出说 Nyatakan definisi bagi pakisi utama 它不会这样子问的 考试 考试也不会问 Apaka nyatakan definisi bagi piti focus 它也不会这样子问 之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是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我们需要 正视这个字 以便说你在读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明白它要表达什么事情 OK 所以PRISMA FOCUS PRISMA OPTIC 就是这个点 中间点 PRISMA OP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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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啊 他也是会有他的 只是说这边有表达 有一个表达说他的 因为他是虚拟的 虚拟的 这个往后我们在学 Persaman Ganta的时候非常好用 我们其实我们有两种 两种办法可以拿来知道 一个Ganta 能够产生怎样的Image 一种呢是靠画图 一种是靠画图 另外一种是靠Persaman B等于1个F Persaman是在后面点我们才去 所以Persaman的时候就会用到 这个-F了 然后Giana object 就是你的object摆多远 距离你的菩萨optic摆设多远 Giana image就是距离你的菩萨optic 它被被blast去多远 所以Persaman Fokus就是这个一个F 这个一个F就是Persaman Fokus 所以这个大家要弄清楚咯 它的意思 接下来 它有表达一个事情 它有表达一个事情 就已经给你们这个Persaman Fokus Persaman F Power of Lens 等于Sato Per F 这个Sato Per F 不是那个以前我们学的那个Tempo 我们学Tempo等于Sato Per F 这个也是Sato Per F 但是你不要误会 这个是Tempo Sato Per F 但是在这里Persaman Fokus 这里是 这里的F是指 Panjang Fokus OK 这里的F是指Panjang Fokus Dalam Unit Meter 在我的Node里面是有给的 我的Node里面有给这个 看到吗 第第9面 没有在KSSM课程 没有讲要有 但是它有时候会出 Objective有时候会出 OK 所以GuasaCanta是1本F F必须Dalam Unit Meter 虽然你的器 你的镜片可能很小 虽然你的镜片可能很薄 你的F才Gcm 可能你的F才Gcm 但是你都要把它换成meter 你才能够算到 你才能够算到 它的Unit Bagi GuasaCanta 叫做Yokter 有吗有听过这个 你们有学过吗 这个东西 Yokter 知道有学过吗 OK 然后你们就当作课外指示了 所以Yokter Yokter越大呢 就代表它折射的幅度越大 通常你学摄影啊 你学拍照 然后你会研究到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有那个 你学摄影你要看 你要拍照的时候 有人是喜欢看screen 有一些人是喜欢直接看那个 那叫什么 Viewer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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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孔 看一个孔的话 你就要调整这个Dukter OK 我们这里是这么 嗯 这里是有一个试验 然后啊 它借用窗口的光线照进来 外围的 外来的光线照进来 它就会 focus 因为 因为 kanta zhengbong的功用就是focus 小时候你们不知道有玩过吗 就是 放大镜 然后 去太阳底下 然后照在一张纸上面 给它子燃烧起来 所以 呃 它的功用就是我们focus kanta zhengbong 它的问题是 mengangapakakaktiviti diatastida seuswai dikunakakakundu mengangakak anjangfocus kanta zhengbong 为什么呢 因为 kanta zhengbong 他是有本事 有本事把image 放映在你的一个screen当中 但是kanta zhengbong 是不能的 kanta zhengbong 是不能 kanta zhengbong 因为他是image maya 他是image maya kanta zhengbong kanta zhengbong 是没有本事 假设你放一个screen在这边 你就遮挡到它的光线了 你看 你放screen在这边 你就遮挡到光线 它就 光线就全部照在你的screen里面 根本没有到达kanta zhengbong 所以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 zhengbong 你可以把你的screen放在这边 然后 外来的光线进来 经过了kanta zhengbong 过后 它就全部被折射 然后你的image就可以坐落在 image the symbol bada screen bada bada screen 这种叫做image nyata 真正可以 放映出来的image 叫做image nyata 如果是假假的 虚拟的 假假如果放这边一个 假假 它是虚拟的 maya的 所以kanta zhengbong 没有办法 让你的image project 在一个screen 所以我们是不能用这种办法 不能用这种办法 如果你看我的图 我的那个 这个给大家这个 呃 laminate 其实这张纸是包含全部的 包含你的干大的 以及包含你的 甘大 zhengbong 以及甘大 zhengbong 甘大 zhengbong 甘明 zhengbong 跟甘明 zhengbong 这个是for 当我画这样子的箭头 我画这样子的箭头 是代表它是 zhengbong的 甘大 zhengbong 所以这一系列 有六个组合 都是甘大 zhengbong 然后甘大 zhengbong 才去学它的image的几率几率 怎么去判断 至于后来我们会学甘明 这些都是甘明 甘明 zhengbong 有六个系列 以及甘明 zhengbong sorry 甘明 zhengbong 有六个系列 以及甘明 zhengbong 只有一个系列 我们来继续 啊 要画图之前 我们需要掌握三个线条 要画图之前 我们需要掌握三种线条 一种呢是 不管是甘大 zhengbong 或者是甘大 zhengbong 经过Busat Optic 是没有事情的 经过Busat Optic 你就当做他没有事情 虽然真正来讲 虽然真正来讲 它是有分表散 然后这里又在表散 他的final result呢 就是 好像没有事情发生 这样子 因为他很薄嘛 他必须是很薄的 他的甘大是很薄 所以几乎是没有事情发生 直线 这个也是 这共也是一样 这个更加薄 他就没有事情 如果 如果 他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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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知道 他是 我们知道 他是 他 他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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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知道 他是 被扩散的 他是要讲扩散 你要扩散到这边呢 还是要扩散到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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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实现 这个也是实现 实际的光线 这个也是实际的光线 这个也是实际的光线 但是这个是虚拟的 虚拟的光线 因为他只是我们的 啊 参考点 参考点 第三种 如果是先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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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来到达你的 它就会变成 这个也是 如果即将 如果即将 好像 要射到那个 它将会 你不要 是哪里 你看 所以你的尺 这样子 这样子放 你的尺 你的尺这样子放 当你画了 你不要画到完啊 你不要画到整条 直接画到完 这个就错了 所以你直接画到这边 然后 后来你就移动你的尺 画这样子 打横画得过去 所以这个三种线条 是大家要掌握的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试验 在我们继续学画之前 我们先来看这个试验 我们这个是在第几面 第255面 我们有这个东西 我们有的器材呢 然后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 我们摆设 我们摆设我们的这个 我们接器光源 接器电源 接器电源 它就有发光了 发光了 光线出来 就会有一个箭头的影像 射出来 射出来 然后中到这个看大 它就会有一个导影在这边 为什么我知道它是导影的 等下我们就会谈 它是有一个 image 在这边 但是它不会是一开始就有的 我们就要 首先我们是调整30cm 这里的距离 30cm 当你调整30cm的时候呢 你可能没有立刻找到你的影像 你要找的影像是很sharp的 很sharp的image 所以你要移动你的这个screen 向前向后移动 向前向后移动 移到你抓到它最美的一个图像 最 最zlast的 最tajam的一个image 那时候呢 你就去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哦这个时候的V是多少 你就记录下来咯 第二对u tago 然后 screen 1 image tajam tajam jelas 这时候你就有你的V 不小心看 i-ma-j taj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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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啊 pillis glass 所以 现在呢 因为你们 你们去学校有得做满这个线 好了 你们最近有回去学校了吗 你们有得到做满 啊 已经 已经教完了 老师会打算给你们做满这个 如果你们没有 亲自的体验的话 我建议你们开这个 ok 刚才我在群组里面我有发一个 啊 模拟器 刚刚啊 刚刚补习之前 我在群组里面发一个模拟器给大家 在这个补习过后 你们可以去操作看 ok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大家 就当做你的试验啊 你就当做好像这个试验这样子 ok 然后你就可以靠 那个模拟器来回答这些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 比如说 你要打给大家看 kannutukan kanta 整本 这样你不不懂 img nyata dan image maya apaka chiri sepunya bagi img nyata dan maya 你不懂得 manyaganta 整本 这些这些习题啊 这些问题 当你们尝试操作这个模拟器 你们应该可以有一些基础 明白 首先要教大家怎样操作 这个模拟器 这个是假的 因为真的 如果真正的东西呢 你是要 它是画遍遍给我们的 你click那个link 然后它给我们这个F等于4 F等于4 就是说4unit 它可以是4cm 也可以是其他的unit 但是它是一个单位的了 4 你看到这边F等于4 0到4 真正我们 画图的时候 我们画的 我们没有放negative也ok 我们没有 标上去这个negative negative也是ok的 我们 我们这边放42468也是可以 这边放268 然后你看到他的focus pointer这边 他的object在10 假设我讲这个是cm 假设我是cm 我们要讲操作呢 就是你把你的手指 或者是你的mouse 点在这个圈圈 你就可以把它高度调整 调整高度 object的高度啊 或者是调整他的 object的距离 你调整object的距离 你后面的那个image也跟着跑位 诶 尽量你不要你不要调整image啊 虽然调整image就是导缓的工作咯 image可以调啊 调不到调不到 所以你调整你的object 你可以调靠近刚大 你可以调远远距离刚大 圆圆圆圆 是其中一个你可以操作的 另外一个你可以操作的就是 反降Focus 但是在这个experiment里面 在你们的experiment 你的反降Focus是你的def干的 反降Focus你得的杆 所以你暂时还不需要去调它 如果你要调也是可以 如果你要额外的学习 你就click这边调哈 他的肝大就会变肥变瘦 变肥变瘦 因为你的experiment 还要用一个肝大脊弓 所以你直接调到右边 他就变得脊弓了 直接调到右边 他就变成脊弓了 直接把他拉到这边来 到目前大家还可以跟得到 可以明白吗 还还好吗 不知道大家会磨 迷路性吗 然后他这边呢 已经很方便 他很方便给你他的 他的characteristic 他的几里几里image 你看他讲 他的image是nyata的 nyata的意思是说 跟你的object 另外一面 你的object在这边 你的image在另外一 side 这个就是nyata inverted就是松上 你看image导法的吗 你有片里吗 然后啊这个是高度 high of image 小过high of object 就是你个旧干 image的旧干 然后你的image的距离呢 是antaraf跟2f 你看你的f是 假设我的app是 4 我的app是4unit f是4unit在这边 你的8unit 2f就是8unit 所以antaraf跟2f 可能你们用手机 你们会看得很难 很辛苦 他这个号码是小的 我用电脑看他的号码 这个号码是小的 大家还好吗 然后啊这个是object的 distance of object 10.11 他记录在这边给大家的 high of object 2.15 真的 你看我调小的时候 我调到1号 high of object 等于1号 distance of object等于10 如果把他拉进来一点 8 8的时候他就写8咯 8 然后放大还是放小 他的image是放大还是放小 他有告诉你 所以你扭扣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去操作看 而且他可以让我们知道三条线 第1条线 Stra Slary 跟Faxi Utama Stra Slary 跟Faxi Utama 永远被 Bias Gapada Ttfocus OK 你看他的Ttfocus是4号吗 他会被Bias去Ttfocus 第2个 经过Busat Optic是没有事情 第3个 如果是先 如果是先经过Ttfocus 再 中到你的screen 你就会变成Stra Slary 跟Faxi Utama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 如果你要研究的是Gapada Tskong的呢 你就把这个Focus Point 调到 Negative的位 调到这边 那就变成这样 然后可能你放2号 OK 假设这个Gapada Tskong呢 他的Focus Pandang Focus是2 假设这个Gapada Tskong 他的Pandang Focus是2 那么 我调 不管我怎么调他的 Object 不管我怎么调他的Object 他的Image 都会是 小过Object 而且他是Image Maya 记得 跟Object 站在同一边的 跟Object 站在同一边 他就是Image Maya OK 跟Object 站在同一边 一定是Image Maya 然后 然后是DeGapada Tskong 这个是 你看我讲乙 讲乙 他都是DeGap 他的Image都是DeGap 我怎样移动 他的Image都是DeGap 看到 我以远以近 他的Image 都依然是DeGap DeGap 我放大放小也是DeGap 但是 珍蹦就不一样 珍蹦 如果把我们换珍蹦来 珍蹦哦 你看 他 这个时候是DeBallet 松上 有时候他会变DeGap 如果拉近 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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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DeGap 在后面很远方 看到 变DeGap 变DeGap 因为我太靠近了 DeGap 变Image 太靠近你的 太靠近你的 你的 干大的时候 他就变DeGap 远远的时候 慢慢DeGap DeGap 然后这个也是Maya 记得在他同一 side 在同一 side 就是Maya 然后我再调 这个时候就变松上了 松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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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松上 松上的 就是Nyata 松上一定是Nyata 我们这个 你们就过后 你们就用那个模拟器来当作你们进行着这个试验 OK 因为他这个试验他的F是得到 所以你就不需要移动你的F OK 你就放在一个放在一个二号 比如说 二十四三号也可以 OK 然后他交代我们 现在是F等于10 他交代我们放U在30 就是三倍咯 OK 你看我们交代我们放U在30 OK 意思是说啊 你要把你的 本来他是10 本来他的 翻降Focus是10 现在我们要把object放在30cm 所以我们要object放在30cm 所以就三倍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调去三倍的位置 如果啦如果我是这个是三号啊 大家记得这个是三号 翻降Focus是三格 一格两格三格 所以我就要配三格的三倍就是九格 所以我调到九格 调到九格 调到九格 三格的三倍就是九格 九格你看他的image在哪里 他的image就是 你可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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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他的 可笑看 他的可笑看 在哪里 可笑看 是安格F 和2F 你的F在这边呢 F是三格 F是三格 2F是六格 F是三格 2F是六格 所以你的可笑看 是在 安格F和2F 他这边告诉你答案了 你直接翻译这个英文就可以了 把这个英文翻译去马来文 你就能得到 第一组 第一组就是 这个 U.30 OK 现在假设 U你要调到那里 他有交代吗 我让一人干 不然应该离吗 你来U.20 OK 你要调U.20 你的 翻降Focus是十 你要调到U.20 就是两倍 两倍的翻降Focus 所以我们的这里呢 三格是三号 三格代表一个翻降Focus 所以我必须调到六格 两倍吗 六格 六格的话 哦原来他是 呃 也是松上 inverted松上 也是 Niata 然后 他的Kdudukan是 2F Kdudukan是2F 如果你 接下来到了第三 你要调到十五 十五是多少 U等于十五是 就是啊 加加一点点 可以十 加五 unit 加一点点 不要加超过二 两倍 因为你十的两倍 十的一倍是十 十的两倍是二十 十的三倍是三十 现在是要在 一倍跟两倍之间 所以我就在移动 移动我的在 一倍跟两倍之间随便一个位 因为你的一倍就是三 你的两倍就是六万 所以一倍跟两倍之间 你会得到你的 Image 在这边 哦 然后 real image real image 啊 Niata 松上 所以你有答案了 你就可以 完成这个experiment 虽然你没有实体做实验 你就靠模拟器 靠模拟器来做实验啊 8cm那时候讲 8cm就小过 小过你的f 8cm就小过你的f 你就把它调过来 你的f 这个图啦 给这个图 我们的f是三 我们的f是三个 所以你就调小过f 小过f 哦 怎样办 他就是变成 Image Maya 他的Image是在远方 画不进了 这边 在远远那边画不进去 Maya Tegg 还有Dipobesagan Dipobesagan 这个试验 这个是这个试验啊 然后如果你要做给 干大机工的时候也是一样 用那些组合 这个你们尝试去做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讨论 OK 我们现在来学啊 你们还好吗 大家还好吗 你们不要太紧张啊 不要太妖力 喂 因为你们没有得到做实体课的 确实就要用模拟器咯 除非你们有做实体课就很好 可以做这个试验就很好 OK 我不能就要靠模拟器了 但是哦 这个模拟器啊 他有一个 呃 不能做到的 这个模拟器不能做到 就是Dari Infinity 啊 我们记得哈 上次上个星期 我们跟大家谈了吗 我们总共有六个组合 要知道 每一个干大哈 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U等于Infinity OK U Dari Infinity Object Dari Infinity 然后第二个 Object 超过2F 第三个 Object 把达2F 第四个 Object Antara 一倍跟两倍 的Bandian Focus 第四个 第五个 Object Bandian Focus 第六个 Object 总共有六个组合 我们要懂得去画 以及 懂得去说出来 它的机率是怎样的 总共有六个组合 OK 但是这个模拟器是 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因为你的Object 是没有办法放到很远的嘛 你的Object 是不能拉到Infinity 拉不到 拉不去的 所以它只能够给到我们三个 三个情况 OK 而不是三个五个五个情况 所以记得 Nari Infinity来的光线来 Nari Infinity来的光线 首先最容易的是粉红色这条 粉红色这条 最容易 它会 经过 Busat Optic 没有事情 发生 然后 第二个 如果先经过 Focus 如果先经过Titi Focus 才 落在Kanta 它会变成Slari Busat Optic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 它的交叉点 永远是你的箭头 的顶点 你的箭头的脚 永远要 黏着你的Busat Optic 记得你的箭头的脚 箭头的脚 要贴在你的Busat Optic 然后那个交叉处呢 就是你的箭头的尖尖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得到它的Katutukan Image 是把它 Katutukan Image 准准 准准 呃 焦点 准准坐落在焦点位 Focus在F的位 OK Image DF Zara Image等于F 然后它的基力呢 是 如果你放一块板在这边 你放一块板在这边 你是可以Capture到它的 Image 所以它是Niata 然后它是松上 它是松上 因为The Bullet OK The Bullet 然后Nicature 因为远方的东西都是大大力的 什么东西是远方 比如说 月亮 比如说星星 一颗星星 比如说 远方 远方的还有什么 你看一座山 OK 这个山还不算远 OK 远远的东西啦 远远的东西 你看的话 它是The Bullet OK 山也可以啦 要讲远方 但是如果你 你用的器材 你用这个东西啊 你会看到The Bullet 可以看到The Bullet 但是你看月亮The Bullet 也没有关系嘛 你看一颗星星 The Bullet 也没有关系嘛 他 反正 The Bullet 也是原型 The Bullet 也是原型 所以就没有关系咯 然后Nicature 所以它本来的object 是大大力的 然后它是Nicature 记得 你们可以背一个口诀 你们可以背一个口诀 就是Niata的肯定是松上 Maya的肯定是The Bullet 你知道一个 你就知道第二个 Niata的肯定是松上 Maya的肯定是The Bullet OK 我们来到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图啊 OK 第一个图大家会了没有 第一个图大家会的 请给一个 1号 你们 我们需要很多次很多次的肯定 因为这边 这边没有实体课 我们就要慢慢去摸索 OK 所以Maya的一定是The Guard Niata的一定是松上 然后 这是来自远方的 现在 我们是慢慢靠近的 慢慢靠近 慢慢靠近 慢慢把object移靠近 更大 现在这个的第二个啊 如果我们讲这个是Case A 我在我的纸张上 我是放什么 我是放 小号A 小号B 小号C 小号D 小号D 所以我们假设这边是 假设这个是Case A 假设这个是Case A 这是Case B 所以那个模拟器啊 B开始就可以做得到了 B开始就可以用那个模拟器做了 B开始就可以做到 假设你看 它的object是LVGAL.2F OK LVGAL.2F 所以我们慢慢从 远方 现在我们的F是三号吗 在这边 三个格 我们的F是三个格 我们就慢慢 你的2F在哪里 2F就是六个格 OK 2F就是六个格 所以只要 我 六后面都可以 我的object放在六后面都可以 只要放在六后面 只要放在六后面 只要放在六后面啊 这个这个部分 这个加达都可以 然后它的image是怎样的 你看它的image 是 雙上 你的object比较高吗 你的image比较低 所以 只要我在这边来回移动 它都是 这个 这个两格 两格这个还没有到两格 你看 这还没有到两格 所以 我们 我们 那个ABCDE F的图啊 那个六个情况 就是要从 远方 远方是这个 这个做不到 这个模拟器做不到 但是 B的图就可以了 第三个图呢 是要放在2F 第三个图是要放在2F 第四个图是要放在 2F跟F之间 第五个图是要放在 准准F 第六个图是要放在 小过F 所以其实呢 我们在 你要背 你这个六个case 六个case 你要背起来 第一个是来自远方 第二个是 也是蛮远 但是 已经很靠近了 很靠近你的肝大了 也是还远啦 但是至少 比起它这个 它慢慢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走靠近肝大 所以这时候 最容易的线就是 经过菩萨奥迪的线 没有事情 最容易的 经过菩萨奥迪 没有事情 第二个 如果是 它会 当你把这两条线的交叉点 画起来 你就会得到箭头 然后你的箭头的脚 记得要贴在你的 发系 所以这个就是 啊 它的答案是 加达 image 这个之间 antara 这两个之间 image 他们之间 然后 nata 松散 nata 松散 tabalic 就是松散 然后变成小了 如果你这边放一个screen 你可以抓得到它的image 这个叫做nata ok nata的一定是松散 ok 还有如果你要画第三条线 你可以 就是先经过 如果第三条线 先经过你的f 先经过你的f 我画的不准哦 你们你们试试看能够画到吗 你们的 词啊 画在你们的书本上 先经过f 再来打很总 会不会 如果在同一个点 可以做得到吗 可以做得到 请给一个二号 第三条线可以做得到 请给一个二号 ok 很好 尾箭力云 都画到了 ok 我们来到第三个图 c的 我们标签一个c 现在又要越靠近了 又要越靠近 就是已经到达2f 这个 这个我觉得大家很好 这个大家记得 就是很容易背这个 你的object在2f 你的image肯定是在2f jara image sama跟2f 依然是nata 为什么是nata 因为你放一个screen在这边 你是可以抓到它的image 然后nata的一定是松上 然后而且它又是sama size 这个 这个 给这个case 如果你的object是放在2f的距离 它是sama size 跟object 只是说它是thebar label ok 我们来测试看我们的那个模拟器 2f啊 记得我们的是要2f 所以现在我们的f是在 我们的f是在这边 ok 比如说我放4号也可以 ok 我们的f啊是4unit 2f就是8unit 我去到8 8unit在这边 你看到 这边是4吗 f来的 这个是8吗 2f 所以这边也是2f 看到吗 然后 所以distance of image distance of image等于2f distance of image等于2f sama size 高度是一样 sama size high of image equal to high of object 两格 这个也是两格 所以已经证明 证明你的这个是正确的 ok 哦 所以 呃 你们也可以画第三条线就是 直接经过pusset optic 第三条线 是没有事情的 来 大家画第三条线 画ok的话 请给一个c 可以画得到的 请给一个c 准呗 所以永远要记得三条 然后真正你要考试的时候 你用两条就足够了 看哪哪两个比较方便你 但是你学的时候你要三个先挑多回啦 还有就是啊他的 他是在到达中间才会被 被夹夹 被bass 真正来 如果实际的状况 实际的状况 他中到这边他就被bass了哦 然后这边就再bass多一次 他实际的状况他是bass两次 但是我们为了方便学习 我们只是在中间线bass一次就够了 ok 中间线bass一次就够了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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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再越来越靠近了 但是一步一步的逼近 可以一步一步的逼近 然后 呃你看啊 刚才第一次啊 第一次是在远方 第二次是在 超过2f 第三次是巴达2f 第四次是 啊安达2f 哎我写错了没 2f 大过 你要怎样写都可以了 你要这样子写也可以 你要这样子写也可以 ok 我这样子写是因为我的2f在这个位置 我的f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把u放在中间 ok 把你的object放在中间 所以object的距离远过你的f 但是他是没有 没有没有超越你的2f 你要这样子写也可以 ok 你要这样子写也可以 所以我又把它拉在中间 所以我们会得到的是 经过中心点 经过菩萨奥特区 没有事情 sajala slari dengan fasci utama 会被bias gavada titic focus 接下来也请大家画 先能不能画到 你们我不知道我看不到这个 如果你画这条线 会不会落在这边 会不会touch到 如果touch不到 你就把它拉长 ok 然后这个就变成slari 这是第三条线 第三条线 ok 这条第三条线可以画得到的 请给一个dog 对 它的image的特征 image的特征的是 哦 它又越放大了 它的image越来越放大了 然后它是nata的 它是松上的 你不不刹干的 ok 第三条线 刚才可以画得到的 请给一个dog 只有jams更加冠不了 准吗 算是准吗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们选跟Jeffrey 好我们来到 D 下一个 D E 这个是E 哦 步步逼近 现在步步逼近 所以这个你看 首先是在infinity 接下来是超过2f 接下来是把的2f 哦 sorry 超过2f 把的2f 然后2f 又在逼近靠近f 现在是 到达f了 到达f 会发生什么事情 到达f呢 经过boost up optic 没有事情 先slarry 先slarry 跟faxi utama 再touchdown你的screen 再touchdown你的ganta 就会 Nibias 跟gabada tdfocus ok 然后这个后面虚线 就代表说 它的image 是在 远方 image 是在远方 而且是在同一边 跟你的object 是在同一边 所以它是maya的 它是属于maya 而且是piga 就是piga 然后piga 然后piga 因为你的object 才这样小了 你去到远方 可能你的object 就很大 所以image 把它infinity 然后呢 夹夹的虚拟的 然后piga 远方 记得 Maya的一定是piga 松上的一定 一定是 Nyata 松上一定配Nyata 松上一定配Nyata Maya一定配Dgab 诶 来到 这个 这个 E 这个E 其实就是 这个的tabalik A跟E 是导环的 你们可以抓到一个窍门 就是 A 以及E 是 是 互相导转不了 这个是 远方来 会 会focus在这边 这个是从focus point 它会变成远方 你们get到我说的吗 就是 它的线条啊 感觉上是 差不多一样的 A跟E A跟E的线条 感觉上差不多一样的 然后 boy跟dog boy跟dog 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boy跟dog 我们插标来看看boy跟dog boy跟dog boy跟dog啊 Dog到这边 你看D跟D B跟D 因为我们讲过光线是可以导转的嘛 所以你看B的啊 他的object是超过2f 他的image是untara2f Dog的呢 他的object是untara2f 他的image是超过2f 所以他其实就是导转的了 其实他就是导转的了 你想象想象你的光线 但是 假设你把boy呢 boy的object本来是超过2f 假设你不要这样子看 假设你讲哦 我要把这个看错是object 我要把这个看错是object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image哦 就是超过2f哦 他就是这个case哦 超过2f哦 所以他是A跟E是一片 boy跟dog是一片 OK C是独特的 因为C是2f 依然到达2f Dog啊 最后一个F的呢 也是独特的 F是特别的 F的是放大镜的功用 F的功用是用在放大镜 每一个晶片的组合 每一个晶片的位置 他不是晶片 不是讲错 每一个 每一个透镜 每一个Gantara的用处 他都用在不同的地方 OK 现在是 啊 Andara F 所以越来越靠近了 靠近Gantara了 所以你 你画一条 经过 经过菩萨Optic 没有事情 但是这时候你的尺 你的尺就要放长一点 把它延伸到后面来 延伸到后面 后面的部分 立远一直断线哦 接下来 子拉利能跟巴西 Utama 将会被 Focus 去 然后你会发现到 哎 这两条线永远 永远密不到 这两条线永远交叉不到 在这边是不可能交叉的 所以你就要往后面发展 往后面发展 把他拉长去 先拉长去后面 你就会得到这个情况 所以他 跟Object 同一个 CC 跟Object 同一个CC 它就是属于MAYA的 它是Degar的 它是Degar的 Degar的 Image的Galax 超过U 所以这个是六个组合 其实每一个组合 它都有特别的 功用 比如说 你看到这边我有写 这个这一张 你现在省好像是没有拿过他这一张 但是你就叫人来拿 那时候他漏掉拿这一张 Laminate 所以这一张呢 我有教大家 怎么用计算的方式去算 计算我们后来才算 后来还没有 还没有学计算 你用计算 你也可以算得到 它的GiriGiriImage 你用画 也可以画得到GiriGiriImage 这边已经有了 它的Giri 所以第一个Case U在远方 这个就用在哪里 这个是用在 Telescope 的Ganta object Telescope 这一课的后面会学到 然后这个的用处 这种组合 B的用处 是用在这个Pamera C的是用在Photostat Machine Dock的是用在Projector等等 然后这个特别是F F是用在Ganta object上 你的放大镜 放大镜的用法 就是用F的方式 放大镜的用法就是用F的方式 就像你 你要看报纸 可能我们老爸了 我们看报纸看不到它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放大镜 放在你的字 你的那个字 那个包纸上面的字体 包纸上面字体在这边 但是你经过 放大镜过后 你的眼睛放在这边 你的眼睛看 OK 你就会看到你的Image 在这边 已经放大了 已经放大了 OK 所以这个图 这些图 你的眼睛都是在这边的 我这边有画眼睛咯 我这边有画眼睛的 我这边有画眼睛的 你的眼睛 眼睛在这边看 看过去 眼睛在这边看 看过去 OK 这个呢是要放 这个前面的四个呢是要放 搭别的 前面四个呢是要放Screen 你放Screen你就能够捉到他Image 放Screen你就捉到他Image 放Screen你就捉到他Image 这个呢是没有办法放Screen的 这个是要眼睛看过去 眼睛看过去 OK我们来到这边 这个 至于 至于这个干达 这供哦 他就没有六个了 干达这供不需要画到六个 他来来去去只有一个可能性 只有绝对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呢 他 干达这供啊干达这供 只有一个现象就是 他肯定是小国 小国 object 肯定是 Maya 肯定是The Guard 肯定是小国 不相信的话我们来做这个 我们把它调成那个 这供呢 调成这供的 然后你看到这个是他的 这个我放2 这个是Image 这个小小的Image 而且是 啊 Sama cc 那个sevular object 所以我怎样移动我的object 多好 我不管我怎样移动我的object 他都是Sama cc Sama cc Sama cc sevular object 而且是Levular object 而且是 the guard ok 我怎样移动都好 他都是the guard 所以这个只有一个可能 所以我在 我的这张纸上面哦 我是画在这边 干达这供 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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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 只有一个result可以给到我们 啊 啊 这个是教我们怎么放大 放大的多少倍 等于V per u 刚才我们的模拟器里面呢 有这个 啊 啊 高度吗呢 定义image 小过定义object 你就用 两个办法 你要找Bumberson linear呢 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用 加达image 除以加达object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用 image的高度 除以object的高度 我们有这两个公式 这边没有给 啊 这边有给 ok 有两个办法 其实 啊也可以 这个这个办法也可以 这个办法也可以 我的脑袋里面也是有啊 脑袋里面也是有的 这边 Bumberson linear 所以今天我们只来得及 学到这边 你们不用担心 如果还不太会的话 因为大家都还不太熟练了 看 没有去尝试 所以啊 记得咯 这个是 Mnumbu 跟Zahaya 然后这个是 Mnumbu 跟Zahaya Mnumbu 跟Zahaya 你们可以用你们的这个 我总共准备两set给你们 两张这个纸给你们 你们可以尝试 自己画看 尝试不要看书 尝试不要看书 啊 有空的时候啊 尝试不要看书 然后你自己想 第一个是要讲 第一个Case A 它是来自远方 来自远方 应该要讲话 第二个B 它是超过2F 它是讲话 第C的它是 Bada Ubada EF 第四个应该要讲话 Dock的呢 Dock的是 EF跟F之间 然后第一的是 Bada F F的是 小过F 所以啊 你的镜头 记得不要超过你的肝大的高度 这样子很难画 啊 我已经画便便给大家了 其实 我已经画便便箭头了 这个是A的没有办法画箭头的 所以你有空的时候 尝试画一下 好吗 这是给 我就是这个也是缠到这边 这个也是缠到这边 这个先不要去做先 这个是责面的 先不要做哈 你们先做一面先 先做一面 这个是你们的功课之一 然后就是 第二个呢 就是要去研究 研究这个 这个activity 他的脚本是什么 用这个模拟器来研究 你们自己做研究干来 OK 这个星期的功课就是这样 好吧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 没有问题 我们就下线吧 我们就停在这边 谢谢大家出席 OK 我们今天时间到 大家再见 拜拜